3月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指出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强度同比大幅降低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去年这个时候发生了12起非洲猪瘟疫情 今年发生了一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起 同比发生强度大幅降低 今年全国还报告了四起野鸟和两起家禽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发病强度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经过我们的专家会商和综合研判 今年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总体是平稳的 杨振海说 已通报的非洲猪瘟和禽流感疫情现状 再次提醒我们重大动物疫病的病原种类多分布广 疫情风险始终存在 防控工作不能放松 下一步我们将着重抓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防好非洲猪瘟 第二个就是做好基础免疫 就是做好春季免疫 全力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口体系等动物疫病 三是制造各地认真落实 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2020年版 非洲猪瘟和高致病禽流感疫情应急40亿万 近期沙漠黄肆虐世界多国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 沙漠黄迁移的适宜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且很难跨越西南边境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屏障 专家分析认为沙漠黄迁飞入侵我国的几率很小 我国的西南边境地区有昆仑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 天然屏障的主隔 沙漠黄很难越过高海拔的山脉迁入 寒冷地区一些高湿的地区的生态环境 和气候也不适宜沙漠黄的生存 这是专家的一个观点 专家同事认为 即使沙漠黄迁入我国 我们也有能力去应对 针对乌龟牛蛙能否食用的问题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介绍 包括中华鳖 乌龟在内的绝大多数养殖龟鳖和蛙类中的牛蛙 美国青蛙两个引进种 可以养殖食用 我们与国家林草区协商 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物资源名录 以及我部公告推广的水产性品种等 作为划分依据 将列入上述名录的两栖爬行动物 明确由我不按照水生动物管理 也就是呢 包括中华鳖乌龟在内的绝大多数养殖龟类和蛙类中的牛蛙和美国青蛙 两个引进种可以养殖食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